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范大志的爸爸在他小时候去世了 而他妈妈一直都没有改嫁 单亲妈妈带出来的孩子多半都是妈宝男 你以后嫁过去 哭鼻子的时候多了去了 但陷入爱情中的吴千千 对小小的话不以为意 吴千千大学毕业后 回到家乡当了护士 范大志则开了一家私房菜馆 壮实的范大志穿着一件淡蓝色的T恤 定定地守在吴千千家楼下 亲生问 你还喜欢我吗 你是大学生 我才上了个民办大学 现在后悔来得及 你以为我是建一丝签的人吗 吴千千笑着狠狠地丢给范大志一个白眼 跳进她怀里 谈婚论嫁的事情摆上桌面 吴千千才知道 范大志买不起房子 而婆婆这么多年来截人一身 这一年已经五十九岁了 范范 你放心 妈自己租房子住 暂时委屈你在租来的公寓里结婚 给你们买的婚房很快就交工了 到时候妈装修得漂漂亮亮的 保管你满意 婆婆中起眉 殷勤地笑着 吴千千有点受伤 可是 婆婆的话已至此 又有什么办法呢 回到家 父母都沉默了 一家三口呆呆地坐了好半天 吴千千的妈妈发话了 大志那孩子和你好了这么长时间 不错 不过 她妈妈要是能再婚就好了 新媳妇一进门就让手寡的婆婆改嫁 这话根本没法说出口 可是 吴千千和钟起梅的性格大相径庭 婆媳矛盾势必有一天要大爆发 她对此胆颤心惊 在内心深处 吴千千也是盼着婆婆 如果能遇到一个好老头嫁了 那就太好了 关于婆婆再婚的事情 吴千千试探着和范大志商量过 范大志抽搐着脸 叹了口气 当年我妈要再婚 我愣是说要跳楼 逼得她没法结婚 现在 她一个马上六十岁的老太太 谁要啊 我们搬进新房之后 你试着和我妈相处相处 要是相处得来 就让咱们住家里 那个 要是相处不来 我再给我妈租个房子 你看哪 望着范大志带着讨好的笑容 吴千千点点头 周末 吴千千陪着小小 到东西巷子里相亲角去逛 没想到婆婆钟起梅 居然在前方十米处 和一个戴着眼睛的老头聊着什么 这个相亲角全是老头老太太们 带着儿女的简介和照片过来 想给年轻人相互撮合撮合的 而中起梅唯一的儿子是范大志 已经和吴千千谈婚论嫁了 她跑这儿来干嘛 哎呀 你放心的了 这种是保守保义的 等自己百年之后 给儿女们留点念想 真的是不错的投资 老头子穿着一件白衬衫 看上去非常健谈 而婆婆的眼角戴着笑 像是兴致勃勃的 吴千千的心里咯噔一声 听说去这个老头子 再跟婆婆介绍某种理财方式 该不会是骗财骗色吧 吴千千火急火老地想着晚上 要和范大志说一下 未来婆婆的事情 但是陪着小小逛了一圈 晚上吃饭的时候 又被小小灌了两杯酒 整个人晕乎乎的 回到家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 吴千千把电话打过去 范大志也急了 两人连忙请假回家 吴启梅却不在家 这时 范大志接到警察的电话 说是让去南山派出所一趟 吴千千和范大志 火速地打车到了派出所 原来 钟启梅早上去银行 给某个账户打款 银行的工作人员 再三确定之后告诉她 这个账户有不确定的危险因素 可是 钟启梅执意要给对方打款 还和这位工作人员吵了起来 身边很快就有人报了警 经过警察和范大志的详细劝说 钟启梅终于明白 她是被人下了套 骗子从早上就给她打电话 根本不给她和别人说话的机会 一直遥控她 想让她直接把钱打过去 幸亏她不会微信转账 钟启梅还给人道了歉 说自己人老了 笨手笨脚地不会网上转账 范大志把网上找来的相似案例 讲解给吴启梅听了 她未然常叹 我老了 我真的是老了 婆婆之前是棉房厂的车间主任 好歹也是个小官 待人处事都很灵活 这回在钱上差点被骗 钟启梅长呼短叹 浑身上下都被浓浓地挫败感包围着 范大志出门考察项目之前 嘱咐吴千千过去探望一下自己的老娘 千万别有啥想不开的 吴千千买了婆婆爱吃的酸奶和芒果 走到单元楼下的时候 她看到钟启梅 一个人对着一棵大树发呆 阳光下 婆婆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蓬乱 往日就算到楼下倒垃圾 钟启梅也要涂点口红 这一次 她似乎瞬间老了十岁 而且婆婆穿了一条睡裤 裹了一条披肩就出来了 咯噔一声都是女人 吴千千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她觉得婆婆这样的状态 不单单是受骗这么简单 更多的像是失恋 一个快六十岁的女人 扶贫一般漂泊了大半辈子 好容易把孩子拉扯大 想找一个人相依相味度过余生 这样的心情谁都能理解 偏偏好强的婆婆遇到了骗子 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受挫吧 坦白讲 之前吴千千 多少是想借着什么事 杀杀婆婆的锐气 审得这个老太太做什么 都以自我为中心 丝毫不顾忌儿媳的感受 这一次 吴千千内心深处的尖兵 一点点的融化 她很想为老太太做点什么 让婆婆也开开心心的 不能眼看着婆婆 一天天衰老下去 吴千千思来想去 找范达智商量 哎 让咱妈给咱们看装修房子去 反正我们请的是小公司 有个家里人看着也不错 这样她有事情做了 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心情也好起来了 范达智说 诺 还是老婆厉害 就这样 婆婆钟启梅被小两口 派去每天到新家 视察装修进度 钟启梅似乎再次找到生活的重点 每天都风尘补补的 过去查看装修进度 谁知 装修房子没什么事 事情出在了吴千千预定的花上 听说新装修的房子 多放一点绿植之类的 会把装修残留的甲醛吸光 吴千千趁着下班跑到花卉市场 一口气订了石盆花 给老板留了地址送到家里去 谁知 小老板下午有事 派他老爸给送去了 六十五岁的老板就这样替儿子 送花到客户家 没有电梯的单元楼 一共八层 吴千千的小家在五楼 老范一开始抱了四盆花上去 气喘吁吁的 好容易送到五楼 钟启梅给开的门 第二趟 老头子一口气 把剩下的六盆花都叠到一块 到了三楼 连人带花一咕噜地滚下去了 钟启梅在家擦玻璃呢 左等不见人 右等不见人 等出去一看 送花的老范躺在一楼 哎呦哎呦地直哼哼 范师傅 你不要紧吧 哎呀这可怎么好 钟启梅连忙伏击老范 打了120 又赶紧给吴千千打电话 吴千千一听 坏事了 她第一时间想到 是这个送花的老范 该不会讹诈一笔医药费吧 老年人本来就一身病 万一她使出坏心眼 可不得了了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 我可是委托你 把花送到家里 你为什么派你爸爸送过去 明显违反了 我们的口头契约 吴千千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打电话 给老范的儿子小范 就是花卉市场 那个小老板 噼里啪啦地 先把责任 推到他们一边 小范郁闷了 一个劲地说 你这个姑娘 怎么这么伶牙俐齿的 我爸送过去 也是为了给我减轻负担 范大智听说这件事之后 也比较紧张 如今这年头 万一被人讹住 小门小户的 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我们现在不好出面 让咱妈去 咱妈也是老人 小范别想用 他家老头子讹钱 吴千思来想去 想让婆婆过去 调停这件事 不料 小范一看 自己老爸躺医院里了 干脆不过来探望 大友借着这个事情 逼着吴千千 他们注意要费的姿态 但是婆婆中启梅 每天回来 炖点汤汤水水地送过去 早上是小米粥和花卷 中午是牛骨汤之类的 他叹了口气 唉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老范师傅挺不错的一个人 人家可是退休老教室 昨天还说 绝不让我们出钱的 再说了 也是因为 给我们家送花才出的事 不要这么计较了 眼看着中启梅 风里来 雨里去地往医院跑 脸色越来越红润了 气色也越来越好了 吴千千周末去医院一看 中启梅进了个轮椅 正推着老范在骨壳大楼 下面的小花园溜弯呢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 看上去相处得非常愉快 咳咳 吴千千故意咳了两声 中启梅一看是儿媳妇来了 顿时脸上飞起红韵 叔叔 我是来为您办出院手续的 都是我的错 我考虑不周 吴千千特意谦让一番 主动认了个错 老范连忙摆手 说千千呀 是我老了 自己不小心的 放心 我有医保 不用你们年轻人破费 就是劳累你婆婆 我老伴早就去世了 一个人也没个人照顾 真是不好意思啊 哪里哪里 你们聊 你们聊 吴千千偷眼望去 婆婆脸上的皱纹 似乎都少了一些 嘴角都荡漾着笑容 钟晴梅说起来是个苦命人 他29岁的时候 丈夫因为肝癌去世了 范大志经常说 长大以后才想起来 当初老妈经常叙道 万一嫁不好 后爹对你不好可怎么办 不嫁了 等到老妈想嫁人的时候 自己又拼命拦着 耽搁了 现在自己成家立业了 老妈也老了 吴千千在家医院当护士 单位在城里头 范大志在城南的菜馆忙活 晚上才回家 而钟晴梅为小两口 置办的新房在城西 都靠近郊区了 真搬进新房里 小两口上班都不方便 眼看婆婆和老范 相处得越来越好 吴千千知道 钟晴梅不好意思张口 干脆主动说 妈 我看范叔叔对你相当不错 你们选个日子 我给你们办一场婚礼吧 钟晴梅羞红了脸 天哪 我都多大了 叫人笑话 结果第二天老范来探望钟晴梅 吴千千故意又说了一遍 给他们两个办婚礼的事 哎呀好呀 我一张老脸愣是不好意思开口 范范 你真是叔叔肚子里的回仇 老范听说 吴千千竟要把新房给婆婆住 激动得手足无措地竖起大拇指 说这样 我在城南有一套小房子 你们小两口不嫌弃 就先帮过去 我儿子平时和儿媳妇忙 也不回去的 人家有自己的房子 吴千千主动把装修好的婚房 让给婆婆的事情 经过左邻右舍的口口相传 很快就被大家知道了 亲友都怪吴千千是个好媳妇 说范大智娶了个好姑娘 不管吴千千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婆婆中启梅重获第二春 主动从自己的养老签中 掏出十万为小两口买了一辆车 而且还写了吴千千的名字 厉害 咱妈这一招就让我服服贴贴的了 大度啊 遇到这样的婆婆 我除了扶手贴耳还能怎样 吴千千对着范大智一个劲地夸婆婆 范大智哈哈大笑说 我和范叔叔情色和明 你这个儿媳妇也能和婆婆距离产生美 我也不用做加薪饼干 真是皆大欢喜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